开发率能减少碳排 台中水利局也利用石水科西规划了小水利发电开发计划 成立首座发电厂 预计年底就可以完工启用 装置容量一共有185千瓦 可以产生约1000张绿电凭震 平均一天产生约3000度电 瀑布倾斜而下 水流量大而湍急 这是水利局在石缸驱石水科西口 顺便设小水利发电开发计划 石水科它是一个 它流量也算大 然后它是农田水利灌溉的回水 就是它的回归水 就是我们农田灌溉之后再流出来的 所以它的水量也算稳定 水利局把农田废水回收再利用 采用红漆原理 既有水轮机将水由上引落到下池 转换成电力 装置容量共有185千瓦 可产生约1000张绿电凭震 相当于平均一天可产生约3000度电力 供周遭景观灯使用 换算一般家庭用电 每月生产8万度电 可提供300户的用电量 预计年底可以完工双转使用 水利发电可持续24小时发电相当稳定 我们希望台中是火力发电为主 但是我们希望可以尽一点我们绿电的责任 然后来让企业界有更多的用电的来源 我们池水科西它有一个碟水宫 那碟水宫大概是8米左右 那我们利用这个高叉 利用这个大气压 我们去做一个管子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宏锡管 那我们宏锡市水人机就是 它的水人机其实就是在 我们抽上来的那个地方 它就叶片就会转 那水通过那个地方叶片一转的话 我们自然就可以发电 善用水资源落实绿能永续 及节能减碳的理念 更实现了排水设施的多功能应用 您的尽管 就是我们一点空袭 如果大的誤券 你还半楩 我们来瞬一望 不是什么 这个